上禮拜如果有看这个五阶新闻有关心油价的话呢 我们已经提醒大家了哦 礼拜天半夜以前呢要赶快去加油啊 今天凌晨一起来果然 汽油就涨了九毛钱 柴油一公升涨了一块钱了 那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油价已经连三涨啊 那么已经累计超过两块钱了 但是呢油价的波动应该是随着国际油价在起伏 对不对 但是嘉义有一位太太呢 可能是因为啊对账价太不满了 竟然把汽出在加油站的公读生身上哦 而且还骂他这个不好听的话 那么加油站说不排除要对这位太太提出公然侮辱的告诉 要把我们这些女子民宝去补补你们下面的人顶着钱吗 就是乞丐都要撞定 夫人牵着厚多派加油钱都还没付 就连出抛子的大骂加油站的公读生是乞丐把众人全都吓坏了 快点啊 讲完了 你刚刚没有给我来啊 你先还没拿出来啊 骂完乞丐还不够 夫人情绪激动 狂飙三子巾 甚至还对着公读生呛家 不用跟你们客气 他还没拿钱吗 他还没 别人对你客气 看你这奖品 你以为别人欣赏给你了 我就杀他要照照 武断爱骂的公读生吓傻了 全愣在一旁 时空的夫人对着公读生开炮 什么难听的话都聊出来 家义站说只要油价调涨 夫人就会开骂 宣泄情绪 你真的是承败 你们自己去吸收好不好 上街的顶着一堆钱 你叫他拿钱出来 我想今天你们一二十万二三十万 你有想过我们就是要 老百姓的感觉吗 喜盖当中我们自己服务 就讨厌道歉 就是可以训练自己EQ这样 会跟他计较吗 就不会啦 因为他好像是累 他好像是饭饭嘛 原来这一夫人早就是 嘉义市文化路加油站的常客 她一丝不满油价连三周调涨 才会把气出在公读生身上 但加油站公读生用劳力赚取金钱 每小时时薪金只有103块 只能说夫人不满 现场驾想出气也找错对象 恐怕还涉及公然侮辱罪 追选侯国文交易报道